工作的狀況 就是各樣都有 我的能力強的能力弱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當然是 能敢嫁到台灣來的人 能力都會強 至少很勇敢 勇敢 勇敢 越南文也叫勇敢 那另外一個其實 今天那麼多留學同學 留學生我還特別想說 剛才在樓下有幾位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那是泰國的留學生 泰蘭 還有一個 韓國 有幾個留學生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計畫 是希望像 其實包括各位姐妹一樣 你們的中文已經夠好了 然後你們又會 越南文 他們是中文英文也還不錯 都很好也會泰文 那我們這邊很多書 我們這邊很多越南書 泰國書印尼書等等 那我們這些 其實看不太懂 我們這邊的工作人員其實看不太懂這些書 那我們要把這些書是很多人捐來的 我們要再把它借出去 所以我們會希望留學生 如果願意的話來幫忙 來我們這邊讀書 就是你看那個書 看大概簡單看一下 或者看大家的介紹 然後在前面用英文或者用中文 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是在寫什麼 大義是什麼 然後下一次別人要借的時候 我們就 比如說我要去借的時候 就知道這本書是大概是什麼 我就借給另外一個 可能也是台灣人 他這個台灣人要再去借給 一個越南人或者印尼人或泰國人 所以我們開始要推動這個計畫 留學生尤其是我們的這個 鎖定的對象 你們是我們的掌握 因為媽媽可能要照顧小朋友 還要上班更忙 那留學生我覺得是會有空 那當然也歡迎媽媽 如果有空來 你們就看一下這邊的越南書 然後 比如這本越南書 然後其他我就不太知道是什麼 可是你們就看得懂 然後你們看得懂的時候 然後你們又會中文或者會英文 就在前面 就直接在書上面大概寫一下 這本書是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下一次 就用中文寫或是用英文寫 下次另外人要借的時候 比如王大哥他想借一本越南書 給另外的越南人看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看 他不用看懂全部的越文 他可以看前面的英文或者中文 然後知道這本書大概講什麼 就是我們把這個 Kindness 這個善意這樣串起來 這個書人要好心捐給我們 我們好心把它整理 然後你們好心幫忙做一個 介紹 introduction 然後我們再好心把它借出去 這個就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循環 我朋友講的嗎 那麼難的自己都換一個循環 就變成一個循環 然後可以一直 一直圓圓不絕 一直深色不息 一直深色不息 好